你好,中美争霸,喂,大家好 上个星期跟大家讲了一些美国的历史 这个是155D那里 要做一个分析 共和党究竟是什么政党呢? 民主党是什么政党呢? 为什么近几十年美国的政治变化得这么快呢?突然间 直接把婚姻由一男一女改成两个男人都可以 为什么连婚姻的定义都要瓦解了呢? 为什么保护性小众变成一种政治正确呢? 现在美国要瓦解做两个方向 一个是反对政治正确,一个是赞成政治正确 但政治正确这种思潮出现了多久呢? 其实从70年代开始 60年代开始 去争取一个种族平等 但是去到70年代开始争取 腐解了 再后一步呢,争取这些性小众变益 同性恋啊 亦伏辟啊 开始将这些 他们所谓的平权 变成了一种真理 去打压基督教 那这些其实的变化是很快的 但是其实是四五十年之间而已 那其实呢,都可以说 希望今集的节目呢,详细和大家讲一下历史原由的 但是说正经的意思呢,都邀请大家呢 支持我这个频道啦 订阅 何志光有时必记频道啦 分享留言赞好,不是按铃铃铃的 就脱离联邦,建立另一个国家 那么呢,他们南方的州要脱离北方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不想被北方抢光他们的劳动力啦 是不是?他们是不给钱 控制那些黑奴的嘛 是不是?他们做奴隶 是没有薪金收的 现在呢,解放黑奴 那些黑人就走去北面 去做在工厂里面做苦工啦 都是很少薪金而已,都是被剥削的 不过呢,由没薪金变成薪金啦 基本上,南北是为了劳动力 是发生了战争的 民主党当时是一个农业党来的 但是我们上一集就说到了 喂,民主党的转型呢 是1932,33年 小罗斯福啊 就赢了美国大选 开始呢 引入一些凯因斯主义 凯因斯主义呢,其实是很多 是一些左翼的思维来的 其实实际上来说 就是把资本主义混合了一些 社会主义的思维 比如说,举例 要建立一些国企 或者是加税 加福利 要有标准工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其实在大萧条爆发的时候 29年就爆发了 俄罗斯是面对全球性的大萧条呢 基本上,苏联那边的处理 是处理得好的 反而原有的资本主义是放任的 喂,你怎么会搞那么多福利啊 怎么会收那么重税啊 那有钱也不可以去继续有钱 那些人民饿死就霸奏 这些是放任式的资本主义 但是处理危机处理得不行 所以看到苏联 做得好啊 苏联见你们大萧条的时候 你窮 苏联用国家 然后国家就尽量去多些钱 人民的生活水准压低了 无论如何也好 做一些人民公社啊 集体去做农业啊 好像大陆那一套都是抄苏联的 就是史太林去搞 然后呢,整个国家省了些钱 就是搞工业化 然后呢,西方大萧条呢 因为混乱嘛 苏联给一点点钱 价钱不是贵 那就可以引入很多西方的技术和科技 因为大家窮了 自卖都要 所以苏联呢 可以是一个趁西方发生大萧条的时候 急剧去挖起的 那由于呢 苏联那一朝呢 抵抗得到大萧条 所以呢 罗斯福就立刻去抄苏联的那些招 譬如说加税 让你有钱人不要太抹削得太厉害 拿回一些钱给国家之后呢 就做基建 以及搞国有工厂 然后呢,总之搞很多基建的时候呢 那些人民就有工作 那就不会吵了 先解决了 另外呢,我们上一集都会说 罗斯福呢 暗里是有支持 纳粹党挖起的 纳粹党挖起了呢 慢慢就会吓到一些犹太人 又或者他那种极权主义 其实希特拉是 他原本是用民主选举方法 1933年一月上台 但是他们赢了之后呢 庆登堡后来自己病死 希特拉以总理身份呢 就一次过夺权了 那时候呢 德国人事实上呢 是20年代曾经经济崩溃的 所以呢 他看到有强人挖起的时候呢 那些教会那些呢 全部在一起就歌颂了 说这个是粗生瘟 这个是天选之子 上帝派来的人 好像特朗普那样 但希特拉那种右翼思潮呢 其实跟白人至上主义 在美国那边呢 是一物相同 如果你说说历史来说呢 希特拉呢 其实就跟苏联呢 在1939年呢 就签署了 互不侵法的条约 接着一起瓜分了波兰 瓜分了波兰 1939年就引爆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就资助了 希特拉挖起 接着呢 法国和英国呢 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得太残 基本上他们的民主体制呢 都真的很不想打仗 所以就整天 都挑拨 叫希特拉打苏联 那美国呢 其实都是 以一个资本主义政体呢 虽然他抄了 苏联很多招 但是他们都不想 苏联存在 苏联不是资本主义的 是跟他们 以往的传统完全不同的时候 他都想 希特拉呢 去打 打 苏联 所以呢 全部呢 都是 英国法国放屁 由得你希特拉挖起 因为预理希特拉会打苏联 谁知道一个屈尾十 就希特拉呢 和苏联呢 互不侵犯协议呢 就瓜分了波兰 瓜分完波兰之后呢 希特拉那支枪不是指向东 指向西 很急速之下 就搞定了法国 那德国法国的实力呢 就变成了合拼了出来 就称霸全欧洲 幻数整个欧洲 幻数完欧洲了 那你有这么多军事 要有 要成 要原材料 那时候的希特拉 为什么 不去攻打 土耳其 和下面 中东 譬如说 现在今天的 伊拉克 或者是敘利亚呢 伊拉克和敘利亚 当时就发觉英国是殖民地 那你和英国发觉都不是好朋友 法国就已经 虽然就忙了个人 攻进了巴黎 但是呢 有很多流氓政府在非洲的嘛 是不是 你应该就是 和你苏联不反面 就最好了 为什么他不要拿石油 不打伊拉克 不打敘利亚这些地方 因为那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时候 只有帝国 他打算起了BBB计计划 就是说 他由柏林建一条铁路去拜占庭 拜占庭 拜占庭就是说 伊斯坦堡 就是 噩图曼帝国的首都 接着就进去巴格特 叫BBB鐵路 德国要崛起 要有足天然之源 应该就要打中东 但是 德国是很奇怪的 他的军队呢 是向东侵 最后呢 他在1941年 他撕毁了和苏联的 互不侵犯条约 四一年呢 冬天完结了 进入春天呢 他就徽军 进攻苏联 这件事呢 其实是很奇怪的 如果说实力来说 苏联的实力 是肯定强过 英国法国在中东的实力的 而且 大哥 你也是殖民体系啦 是不是啊 你殖民体系的 那些伊斯兰人 都不是 一直听你的英国佬 法国佬说话 是不是啊 其实是容易一些的 如果你打到中东 抢石油 或者打到沙特阿拉伯 虽然那时候 开始挖倒了 但是又不是挖倒很多 但是总之是知道有了 我会觉得 就是说 因为呢 希特拉的金主呢 是美国的嘛 所以 希特拉 始终的取向就是说 喂 金主想你打苏联 是不是打咯 喂 如果消灭了苏联 就德国和美国一起 清霸天下咯 原本是这样想的嘛 不过呢 德国呢 打到苏联呢 很惨烈啦 但是另一边呢 四一年的聖诞 跟着日本偷襲新珠郎呢 那美国呢 竟然呢 是加入到民军那边 就跟苏联成为盟友呢 去夹德国 我相信呢 德国呢 很诧异的 喂 大哥 你是我金主 喂我听你说 搞定了法国 英国还没搞定之余 我也是枪头 转去打苏联了 啊 你竟然呢 站去 帮苏联 出卖我 希特拉呢 对犹太人的激进政策呢 应该四一年呢 偷襲金珠港之后 美国加入了民军之后呢 他就开始呢 就大批目屠杀犹太人 就是说你四一年之前呢 他有排游而已 扔到集中营去做苦工而已 还没去屠杀的嘛 但是美国加入了民军的阵营呢 那德国开始对犹太人呢 他的手法就一吹残忍了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这段历史呢 我真是值得说的嘛 那另外呢 那说回呢 就是说 甘乃迪被杀这件事情 我几个傾向是犹太人夺权的 我方面多 因为呢 甘乃迪被杀之后呢 民主党借着那个悲情呢 赢要了1964年的大选 那就是说 犹太人 继续开ion 这犹太人继续开ion 战琴之后呢 1965年呢 占森就立刻 就扩大了越南的战争 但是另一边的 占森呢 搞很多呢 就扩大福利啊的东西 导致到 政府的开支的急剧上升 又打仗 又抗开支 你好像不用脑似一样的 但是占森这样做呢 让美元的信誉开始直线下降 本来Bittenwood就是那个协议 1944年 美元成为世界霸主 美元和黄金是1盎司黄金兑35元美金 但美元就开始背信弃义 因为战争的需要 他就印多了很多美金 他的仓库里面没有那么多黄金兑员 他印出来的美金 结果当然是 人们开始产生美元危机 美元危机在高潮的时候 应该是六八至七一年的高潮 这个六八至七年这个高潮 最后令到美国 美元 最后没有办法 不关费贴言枪 就是说 以后你拿着美金来 美国不会再给你换黄金了 变成了美金开始进入一个浮动体制 因为美金没有黄金backup 然后美金对其他国家的货币 也开始进入一个浮动体制 所以那些人炒外汇是七十年代开始的 七十年代之前没有人炒外汇的 大家就用美金而已 因为觉得美元和黄金绑得好死的 以为你一定是稳定的 谁知道 美国佬都是出事的 很奇怪 历史上很奇怪 有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3年出现 接着出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在1974年就把石油不断抗升 他们一些阿拉伯国家 就说要惩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 那一次过这个石油的抗升 令到石油的重要性提升了很多 如果我用阴谋论 我假设这些全部都是犹太人的阴谋 即是说美元倒下 转了去挂石油 因为那时候世界慢慢的发展来说 你飞机也好车也好 都是一定要用石油的 如果你把石油和美金绑定 这样呢 美金就算印多了 因为你要买石油 你都一定要用美金的 所以呢 这个令到美元的抗张方便了 以前黄金产量是很少的 全世界只有这么多 就算美国打完第二次世界战 全世界七八成的金都在那里都好 但慢慢随着美国的经济发展 黄金的而是限制了美元的抗张 经济慢慢的抗张的时候 货币基础就不抗张 因为黄金没有抗张 这就令到呢 经济的发展被限制 可能呢 60年代呢 犹太人已经想着 喂 一定要金乃迪 扩大打越战 但金乃迪不听话嘛 他在62年 金乃迪是有决定过 要增加了一些军事顾问 在越南里面 去打出去 但去到63年的时候 他看到吴庭炎被CIA弄死了 吴庭炎就是那时候南越的总统 他看到这个阵势来说 喂 你直接 都不听我说了 你那些CIA 那些美军 你们想抗大的战争 当然啦 抗大战争 对共和党 控制的军方有利 但是抗大战争 其实美军一向呢 在第二次世界战战的时候 打仗不是特别厉害的 希特拉和苏联的血拼里面 希特拉的主力是和红军打的 最后红军杀到柏林 美军呢 就在西面外围 摇摇摇摇摇摇摇 根本就不会去攻坚攻入柏林 因为柏林很多重兵在那里 等红军去做傻子去冲 事实就是这样 其实美军的战斗力呢 其实第二次世界战来说 不是很乐观 甘乃迪不想 扩大越南战争 可能他看到就是 喂 那地方是一些热带重林 美军面对那个游击战呢 其实不是在上风 所以甘乃迪是不想打越战 我估计 虽然他620年决定了去扩大越战 但是他最后还是不想打 不想打 不想打就被人弄坏了 因为 越战扩大 是令到美国会输 美国会输 即是代表 真的军国主义不好 即是说 如果 你要美国要成了另一个希特拉 要周围侵略人 变成了 搞军国主义 歌颂一些战争英雄 犹太人的角度来说 喂 喂 军队打赢 即是便宜了共和党 共和党 共和党 他对白人至尊主义 如果有人挖得起 那就开始 对我们犹太人可能不理 喂 那你吹大了越战 短期便宜了共和党 但是 打越战 美军是没有把握的 他输了 搞到美元 开始有信心危机的时候 借势便换去 走去游本位便更好 走去游本位 同时便可以推全球化 虽然 五六十年代都有搞全球化 那个全球化 就是美国扶植了日本 因为打韩战 因为打越战 接着打韩战、越战 扶了四小龙 因为要近 战场在朝鲜半岛 或者越南 这些四小龙 就是台湾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都是近战场 在那里开工厂 是好的 比省些运输成本 但是那时候的全球化 是没有全心全意的 那时候只是想着 方便战争 打完越战之后 美国五楼七双 但是美国五楼七双之后 美国整个社会结构 变成了 金融化了 因为美元可以无穷抗张 每个人买石油都要用美金 那不如多些 但你多些 那你怎样令到人 手上很多美金呢 那我不如鼓励这个国家大量消费 然后外面的国家 就生产一些东西给我 然后呢 我就用我金融系统 美金是我的霸权在我手上 那我就承认美金 没有高 浓低 那我总有机会 你们这些 亚洲国家 建了这么多工厂 我当然有方法抢你的 今次呢 先说这么多 好 就这么多 再见